今天我會煲筆麒、檔心、淮山的素湯 這是腰果 我會加一些冬菇仔 因為我煲素湯 還有杞子、圓肉 蜜棗、毛花果、紅紅棗 這個湯會大約煲兩個半鐘 我現在先去沖洗和沖洗 我們會加上紅蘿蔔 紅蘿蔔大約10呎 這個湯才是最甜的 加上粟米 然後把粟米弄開兩段 切一刀仔 然後很大力地撕開它 今天打風有什麼要做呢 今天打風突然之間 想著不會八毫有八毫 我就煲個素湯 首先放些紅蘿蔔 這裡有兩星半水 然後放腰果 擋心不期 全部洗乾淨了 紅棗搓滑 我們把水倒進去 還有原肉 浸完水也倒進去 然後還有冬菇仔 還有兩顆蜜棗 還有桃花果 還有淮山 這些淮山不是白色的淮山 黃黃色的別人說才好 白色的就飄染了 還有放上一條粟米 那些杞子我們就不放了 最後煲完差不多 剩下五分鐘才放進去 剩下五分鐘時間 把杞子放進去 等它煮多五分鐘就完成了 看到嗎? 湯現在都很漂亮 湯煲好了 剩下兩個半小時 本身的湯都很甜 我們放少許鹽就夠了 調味道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日後想追蹤我的影片 那你要訂閱 或者分享給朋友觀看 順便讚個好 拜拜 快看